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拿起合掌 拿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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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普贤观经刑法 六说了解我们普贤菩萨大称畅为主的意义 各位比丘 各位比丘尼 各位沙弥 各位沙弥 各位居士 各位同学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下 对 还有我的麦克风 最重要的 好 那我们 有 我再开一下好了 应该开了 应该开了 好 那 今天呢 这个我们很有缘 在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的这个 这个 会址 这个 来跟大家谈谈这个 大胜忏悔主 的意义 那 其实 普贤观经 或者叫做普贤菩萨行法经 或者叫做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那其实是 汉传佛教呢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 但是呢 大概在二十年前 我们开始在弘扬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人 网路上也好 经书 书本 或者是一些平常的开示也好 都很少听到人家 谈谈谈贤菩萨的行法经 这部经 当然 那个时候 是有到场 印所谓的法华三经 有印这个法华三经 那么所谓的法华起经 是这个无量益经 那么法华经 这是法华的本经 那再来是法华结经 所谓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但是呢也就是这样而已 也没有 基本上也没有人太去在意 那么自古以来 我们现在查得到的 恰好是这个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 有印一本这个 《不行菩萨行法经》的注释 那也唯一一本 这个汉传佛教是唯一一本这样子的经典 那这部经呢 为什么样子的 有它的重要性 当然就一般人的讲法就是 天台中把它当作是法华经的结经 这种说法都是很 很 就感觉上是比较 好像我很中庸 我没有什么中派见解这样 把它想成是这样 其实是它的内文里头就明白的 跟法华经的最后一品28品 普贤菩萨品是相连结的 所以说它是法华经的结经 根本不是跟天台中无关的 它就是嘛 是这样大家了解 那么这就是它的 这就是佛法末法时代 这个知见见着的关系 那么以学术之名 学术的所谓客观之名 那么实际上实践的情况是 实际的情况是 对于这个大乘不思议法门的一种 某一种 某一种程度的 不理解跟不接受 或者是采取怀疑 或者是采取 基本上 就算他没有恶意 他也不一定信仰 那么 普贤菩萨行法经呢 它还是一样具有这种特质 就是它超出了一般人类的 相应的经验 什么样相应的经验呢 就是它不是一种南传佛教这样讲的 我告诉你苦啊 然后苦在哪里啊 然后苦的消除是怎样啊 然后阿含经怎么说啊 然后我们怎么样修啊 那么很人性的 很具体的是你的 你的第六意识感受得到的 他是这样的 但普贤菩萨行法经里头呢 他恰恰提了很多呢 观察普贤菩萨的什么样的 庄严相貌 比如说他起六牙白相 那么呢 那个主座的那尊座齐相啊 脚踏的莲花 那么这个六牙前面的牙啊 这个牙 六牙 右牙上面 牙前面居然还有莲花 莲花上面呢还有天女 天女呢 你注意啊 牙前端有莲花 这就很少见到了 这怎么生啊 莲花是软的 牙是硬的 怎么生出来 这第一个 再来那莲花也就罢了 莲花上面呢 还有天女啊 那天女又有种种的庄严相 那么手拿法器 拟于行人 那这也就罢了 这支相呢 还浮在云中 那再来呢 这个还不只是这尊菩萨 周边有小尊的那个六牙白相 叫做眷属 也跟着 那么都在虚空中 那你必须是梦中 你在观的时候呢 是以这样子为整个境 那叫做忏悔境 那么呢 甚至梦中呢 要有见这个特殊的感应的相 那光这个观 我刚才随便讲一下而已 那就是很超越你一般经验的 超一般的这个道德性的意义 所以呢 长期以来啊 除了几部大称的经典 在汉传佛教 这特别的兴盛 像昨天 许居士 办着活动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善导寺 讲楞严经 妙明真心为核心的这个楞严经 这个理论上还好讲 这基本上是一个心的理论 心 佛性之心的理论 还可以 到了普贤观经的时候 它就是相 它就是相貌的相 那么我们讲道理 我们可以想得很玄 那你说你这个是哲学思想啊 那也就 那还好啊 但是呢 等到讲那个相的时候 那令人产生疑惑 或者是非我经验内 这种关系呢 这种排斥感 或者是这种疑惑感就产生 所以说汉传佛教 这样这么一部重要的经典 汉传佛教呢 的弘扬都很少 而这部经当年呢 在扬州 扬州 扬州翻译出来的时候啊 一直到今天 就是一部 一部注解 那么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呢 的时代就已经翻译出来了 那要不是智者大师的一个 很重要性的弘扬 跟关键性的提起啊 那可以说啊 那可能呢 汉传佛教连知道都没有机会了 因为这位翻译者也好 还好啦 是一般一般 那注解者呢 是也 也不是在教界当中呢 非常的有名望 那么再来呢 其他的教派引用他的也不多 哇那真是呢太可惜了 非常的可惜 然而还好啊 那么就是 这民国以来呢 也很少听到这部经的一个中营 但听到了什么 听到法华三叉参 早在这个二十六年前 我那时候还正在住山 住在山里 那是大概八百多的地方 不算很高 但是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夏天都可以不用收棉被 我住的那个地方 在中部 有姻缘呢 我就结下安居 结下安居的时候呢 到清静呢 上到下海律师 那么老律师呢 也请了这个上庙下敬长老 到这个普里来 这个正决经社 普里来 结下安居的时候呢 演讲 不是 讲法华经 那么刚开始讲法华经 这时候呢 这个还很有意思 就是说用一点时间呢 给大家发问这样子 那当然 当然呢 在汉传的华人社会里 发问是不太有人问的 除了像我这种 不像汉人的汉人 那我就会一直问 问到后来呢 这个老法师觉得 这样影响 影响讲经进度 就把发问的这个什么 这个做法给废了 人家都说都是因为你 都是在你在问这样 我说老法师说要问 那我提出问题 事实上是很支持老法师的意思 当然不是问难了 就是偶尔也替大家问问题 那其中就问到了 这个修法华经 有法华三妹燦这件事情 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注意到 二十六年前已经注意到 法华三妹燦 二六 二四 二五啦 二十五年前 二十五年前 我已经注意到 那大概是因为我在问吧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有比丘 比丘尼都来上课 那大概比丘 大概是现在 现在目前这些 我们在座这样的人的 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 那另外一间呢 大概是有诸位 现在这么多人 在另外一间擠不下去了 就像现在这样擠不下去了 那至少用什么了 用连线连到摘堂去 那是比丘尼 那大概是因为我问的 大概我问的这类问题 就有这一个 到目前为止 我不知道他是谁 佛门里头常常是这样 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知道他是比丘尼 然后呢 他就托人了 也没写什么 他就托人 就是用一个牛皮紙袋 那包了一本东西 那么就托人交给我 用完摘的时候 女众啊 她们基本上没有用摘 那也用摘 那你普里当年是 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前 普里当年是 可以说是台湾佛教的缩影 相当多的 相当多的各类人马 都在那里 那时候中台还没有见 还没有见前 还没有见前 好像已经在看地了这样 林延山有了 林延山有了这样 好 那就我来 那我吃完饭了我就 翻开来一看 《法华山昧灿》 那我说这不是我 我意识中的这个灿本吗 有在流通啊 这样子 那都忘记了 我现在还存在 存在某处了 不知道山上 我搬了几次住的地方 忘记了 那我就 先看出版社 出版社不认得 然后就开始看内文 这一看内文是骨科 结果你一看你就知道 心良一半 干嘛 因为这个 他就五行人做的 哇 看起来是外行人做的 是怎么讲 因为主文 说明文 李灿文 李灿的主文 观想文 说明的提醒文等等 这些全部绞在一块 你不要这么摆 因为他一定有主文 修颤法当中一定会有主文 主文就是说你要念出 或者背出送出 那么也会有什么 也会有辅助的辅助文 辅助文就是他告诉你 这个要怎么样用心 接着也会有所谓的刑法文 刑法文就是他告诉你 你动作要怎么做 这样 固然不多 分别的不多 但是一都有 那一晚上好 就是刚好 刚好我知道这事情 那么大上经理那当然更惨了 大上经理都不会有大小字的 对不对 也不会有主文 副文这样子的 或者是辅助文 或者是观想文 这一类的分别牌 不会 大上经理不能怪他 他只是资料总集而已 但是如果他单行本要这样的话 事情就大了 那我就想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单行本 那单行本是这样印的 绝对是好意 但是很显然一定会让人忘之却步 不知道要怎么收起 不想从哪里收起 那我就心里就明白 大概明白三分之一了 哦 忏法不行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那么好啦 就在讲忏法的时候呢 就要稍微 不叫 稍微 这个 这个角度放在这里 那我们再跳到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佛教界里头 从我出家前 我就听说了这么一个词 叫做感金颤 我就听说这个词 叫做感金颤 那这感金颤这三个字 其实是贬义词 不好听的话 感金颤 那而且是佛门内 你出家人对出家人自己说的 那感金颤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样子呢 这个 什么是金颤 我们先说 就是念经拜颤 你要别的不说哦 念经跟拜颤是放在一起的 最有名的是 水灿大悲灿 拜过的举手 好我问 拜过水灿的举手 好放下 拜过大悲灿的举手 那拜过法华灿呢 相对一定应该少一点 对 那这如果是在26年前 问拜过法华灿的 应该是没有人 应该是没有人 好 那好 颤跟金 有时候是混到一块 来我问诸位 拜过金刚宝颤的举手 好 你自己曾经参加过龙华派的 收费的举手 龙华派 听过的举手 哦 参加过他们的拜颤吗 龙华派 拜的就是金刚宝颤 金刚宝颤很特别 在佛门里我问过 我再问一次 拜过金刚宝颤也有师父 拜过的举手 我再问一下 刚刚是几位 没有不好哦 他很OK的哦 诸位应该都会在比较传统的地方 或者是某些道场 他才会有金刚宝颤 不是一般地方有的 你看这么多人都不知道 听过金刚宝颤 刚刚听的不算 听过金刚宝颤举手 但没拜过对不对 金刚宝颤不全然被接受 其实他OK的 是怎么讲呢 因为他就是把金割裂开来 然后将佛号放进去 这样 就这样而已 金颤一段 就拜一下佛号 这样 南无阿本师 释迦牟尼佛 就拜一下 南无阿本师 释迦牟尼佛 还好多啊 以心归命力 南无阿本师 释迦牟尼佛 你要长到短都有 红包大一点就长一点 红包少一点 红包少一点我们就念短一点 那么像台北的长老们拜餐 大概就一个调 其实有时候听起来乏味 但听久了有味 那老人 大概五六十岁之后的 那老和尚他们这样唱 有气没气的这样子 很有味 那么这种将经文割开 然后中间放这个佛号 这也就是一个最简易的一个 参法的一个形式 那么这些其实多少都跟什么呢 都跟这个菩萨行法经都有关 所以他一直以来是汉传佛教 你看刚刚讲 连龙华派都受影响 这种情况 那么让我怎么问呢 你们这个人举手 那个人举手 有多少少有 当然这是在台北啦 台北相对的文化或发展相对的快 但是你说大道场台北反而没有啊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也不全然都是 台北的佛教也不全然都是 那么占优势啊 那刚刚这样问诸位 你们就已经很多人都听过了 那么这个佛门里头对于 感经参 这个先说经参 对经参这个说法呢 一直以来是贬多余 多余什么贬义 看不起或者是甚至觉得不怎么样 多余什么多余宝 甚至根本就没有包的这个意涵 但是呢到了法华上面上 我去经手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么开始呢 教界看法会比较缓 这种到处骂人家说感经参的这种语言 我已经感觉少很多了 到现在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经参是负面意义的 在你的周边感觉是这样的举手 这没有标准答案 就是听起来还是的 还是的 那听起来中庸中庸的人举手 经参这样子 或者叫拜经参 我们不要讲敢 那个是敢 基本上不会是在家居士说的啦 出家人才会说 那肯定参 这样讲 是这样 会这样觉得的 在家居士们 好吧那出家人算在一起 你对于经参基本持正面看法的 我做经参持正面看法 或者你觉得你周边持正面看法 那不正面不反面就是他是一个法门 举手 是这样 好 在过去其实不是这样 那 这个我在31年前在临济寺授界 那我这个我当班长 第二班的东二班班长 那我的班的有一位 现在的这个都还在 一个比丘 那么他就跟我讲 他说主师真是慈悲啊 我说怎样 留下金颤 然后怎样 让我们后来的出家人有饭吃 听我快晕倒 他是知识分子 他南传佛教出过家 他在北传佛教待很久 这样 他是个老辣的人 他是再来汉传佛教授界这样 我听了之后 我就巴拉巴拉跟他讲说 不是这样吧 然后他 当然我没有恶意 他也没有恶意 他只是 他真的是这样讲 他不是在学 不是 然后我就跟他讲 不是这样啦 金颤都国师造的啦 什么什么的 他不太在意 说我管他是不是国师造的 反正他现在 他现在的经济效益就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在三十年前 对金颤这个看法 是多么的 就是有点怪怪的就对了 那这些都是菩萨 他都在告诉我后来做法华三妹参的重新整理 并且为他写了一篇这个妙境长老做过鉴定的序 他那时候人在美国 这样 我妙境长老也很有缘 后来他的原集 他的整个佛 整个原集的法会佛事是我去做的 是这样 他原集前三 好像三个礼拜多久 他循环台湾的时候 他居然说要到千华寺看我 千华寺多远你知道吗 从高雄再往南 还要开两个小时 千华寺的气候 查气象台不能查恒春 要查什么 要查什么台东大五 他已经在概念上的接近台东大五 就是南回南回南回下来的时候 有没有 南回下来的第一个乡就是大五乡 是要查那个的 你要看外空外空 他到那里去看我 他刚好我人在外面 新师傅还是不是 还记得吧 我们人在外面 就是这样 最后他的原集没见到面 结果我就去帮 就是为他做这个 这个往生的整个很庄严的仪轨这样 好 那么这个 你就可想而知 我的 从我的戒胸 到后来我到 我到筑山 然后去埔里 参加结下 然后听经 最后有这么一位 不知名的比丘尼 透过人送我这本颤本 他 这些事情都在告诉我一些事情 那时候我已经在背 这个安乐行评了 那所以我不太清楚 那时候安乐行评 他摆在哪里 但是他是一个重要语品 那我知道他是一个 法华经当中呢 实践 凡夫实践法华经的核心 安乐行 四安乐行 身口意怨 身安乐行 口安乐行 意安乐行 怨安乐行 特别是怨安乐行 很重要 那那个时候呢 这个我有很大的震撼 然后也就这样啊 那要抄 用电脑 电脑那时候用手 那时候已经有 台湾已经有手写电脑的输入法 那我就用 我故意的用那个 我觉得这样比较像在写经一样 那我就抄进去 抄一段背一段 这个时候老尼斯 那位尼斯呢 交给我的时候 因为我只知道他是比丘尼师傅 因为那个交给我的那位老比丘 他就 就这样 出家人喔 有时候在这些细节上 他不太在意 他也不会去问谁 是这样 那我也没办法问谁 我这样一翻了之后 我就看到我刚刚这样 好了 我的戒凶 在我去住山前 我们在戒场 他讲这个话 那我自己经历什么事呢 我在去住山前的六年当中 我师傅 我师傅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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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说 反正啊 我们现在建寺院了 你要好好的帮忙 多修福报 以后才有饭吃 我说是是是 我们还是很传统的 师傅怎么说怎么做这样 是是是 他请跟师傅有何交代 那个明天啊 有个人他有个信徒啊 他怕往生了 要来我们这边做水灿了 你就要负责啊 好好跟他学啊 那时候我还不会啊 然后他请了谁 请老法师 老法师住在太平 他来 来喔 然后 不第一次见面嘛 然后比丘尼 那我出家的地方是有比丘尼的 所以我后来 觉得说这个 我以后要是有道场 我还是男女众分开住 比较好 那好 那么就是 不过那个道场对我恩仲如山 因为刚好他有比丘尼 所以我能带我母亲出家 所以说我对比 男女众道场没有什么恶意 也没什么批评的 因为我自己就是在男女众道场 是这样 好了我就去了 那些比丘尼都是什么 都是我的师父那一辈 就惠律法师那一辈 惠律法师也是我师父同一辈 他是我师俗惠律法师 我们现在是不是算高攀 在公众当中说他是我师俗算不算高攀 那么 好 那么就 那比丘尼就介绍一下 跟那个老比丘 要来做中尊的老比丘 就说 他叫上仁下福 仁福老和尚 听过人举手 我就不相信你把听了解 应该是没听过才对 仁福老法师是有学问有修行的人 很有道心 好了 那我们老尼师就跟 我们那些不算老 但是现在在座诸位的比丘尼师一样 年纪 就跟他讲 那个长老 今天我们新出家比丘 叫做法藏法师的 要来跟您一起做 您就多指导一下这样子 意思就是他做中尊 他说我在旁边骗扛班 你听懂不 这就是师徒志啦 就这样戴着这样子 他毫不高兴耶 他一点都不高兴 当然他没有生气啦 他说你来逃遏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马上讲 我看你这样 意思说 我看你面图这样翘翘啊 你看他那些学经纏啦 你懂意思吗 我没有在那边学 他第一句话是这样讲的耶 我看你就翘翘 年轻人 你学经纏 我在想 这情况是怎样 你老人家不是在做吗 我来跟你做 说你骂我来跟你学这样子啦 你看看 到这个程度耶 这都是菩萨 所以说法华三昧灿 普贤菩萨 我实在是深刻到不行 在我的生命当中 那是用血汗去对应出来的 那个不是看经书出来的 你要知道 我们是多少的热情嘛 但我出家前 其实我已经都 我出家前就在讲经了 我出家前讲经 在军中 屏东当空军 我抽到 我抽到空军很好笑 是念观音菩萨抽到 北投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姓我属牛 四五后头 零爪 那么牛虎这两带 这两期的 或者是鼠 这大概三期 有时候会一起去抽籤 你知道那抽籤多少人你知道吗 这里 现在这里的人五六倍 近千人 空军千呢 21支还是多少支 近千人 空军的千才21支 前面哪 一支抽一支抽一支抽 没有抽到空军千 一个桶子拿出来 一个桶子拿出来 我坐在后面 前面都是那些 你知道要当兵的人很多 那个时代很多是 就是没有读书了 就是没有读书了 高中毕业 贼头肉 也有那赤铃赤鸿的嘛 有 也有 那就牛济同一帚 龙蛇混杂 就在那裡 聊天聊天 干贾的干贾 你那烧帕的烧帕 那头大的礼堂 北投 然后我就去了 那我那个双胞胎弟弟也要去 我们年纪一样嘛 废话 对不对 那都要去抽 然后他是基督徒 他就是忐忑不安 这样 那时候还会有所谓的金盟 还有所谓的麻祖 那种签抽完了 阿娘很混杂 那种 一条后阿娘会有混杂 那种那时代 那又是这样 然后呢 我这样讲已经泄露我的年纪了 好啦 那么就在那边 大家在那边抽 那我就在后面 我这样很无聊嘛 阿姨已经学佛了 那时候我大二 不 大四了 那就 就 就准备说 我有心想要出家嘛 那所以说我就没 留学的事情什么的 学校 海外的学校那个都撤了 本来教授帮我们写推荐函 成绩够啦 我OK啦 那但是都没有了 所以教授对我这个也很有意见 是这样 我去的是好学校啦 所以说很难得 我本人家占了一个名额 但是我却要去 却要去出家这样子 然后我就坐在后面 那我那个 我那个小老弟啊 就啊 跟他聊起来啦 抽烟的抽烟啦 什么样的 那我什么都没有事 念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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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忘记了 我弟弟跑来 他叫我老梁嘛 我姓梁 老梁 换你了啦 我继续念喔 因为我还没念完一遍 就念了好多遍 我继续念嘛 那这一遍还没念完 都不要停 走到前面去 然后就抽一个签这样 我抽完我一转身 还在念你知道吗 我就看所有人摔桌子了 摔桌子了 摔椅子了 我说是什么事情 我抽个签 你们有需要这么激动吗 是这样子 是这样原来 21支签 我抽到第一支 空军签 空军签 是这样的 哇 他们开始摔 因为签人的签啊 你才一支而已 21支而已 你怎么抽掉第一支了 你知道吗 大家就这样 好啦 OK 那我就去当空军了 当空军的时候呢 那个 我已经注意到 法华 法华经 天台中我在大学就注意了 就学习了 不敢说我要学天台中 但到我要出家的时候 我也不敢说 我要学天台中 只觉得天台中好相应 他讲的事情 好像就是我想的那样 是这样 那所以都知道普贤菩萨 也知道灿法嘛 但是不知道真正怎么修 那是后来看到灿本 那所以我都去 我会进去讲经 讲经的时候 偶尔也会遇到什么 遇到人家在那里做佛事 的出家人也会 我去讲经 那个在家人去讲经 为什么 因为那个空军礼拜六放假 标准周休二日以外 还有个小周末 周三 周三还有个小周末 这样 很拽个二五八万 那个时候当兵 这么凉啊 然后我又怎么样 我又吃素 空军又退我钱 然后我又去什么呢 我又去 我又去一贯到那搭火 那一贯到那搭火 我又讲佛法给他们听 就早餐又免费 你懂个意思吗 是这样 因为我过午不死 那早餐要吃 那时候还 后期我才学日中一死 早期我还是过午不死而已 那早餐去那里搭火 那搭火 他们就想听听我讲佛法 然后呢 我讲佛法他们就送我 赠送早餐免费 然后我就这样收很多钱 然后我又去奖金 他们又供养我车马费 然后我大学时代又做过这个什么 做过这个家庭教师 又赚了一些钱 那做家庭教师的时候 那个外省级的爸爸妈妈 看我去教的时候 就像在看女婿一样 你知道吗 是这样 因为我把他两个女儿 一个女儿还有隔壁的小女生 一起都送进政大司大 看他要死 好高兴喔 然后每次去的时候就是牛肉 那时候还没吃素的时候 是牛肉面一碗 讲完课出来的时候呢 蛋糕一刻 才教三个月 就烤前三个月这样充斥 我胖了五公斤 是这样子 后来看看 这个老女儿很恐怖 快来酸 他后来把他的小女儿 也准备交给我交 他那个外省人很疼女儿的 这样 好啦 所以我就累积了这些钱 那有一次 我看到人家在做金灿 那就刚好那个人家在供养 我发现 这供养果然 我那个 去做那个什么 去做那个家庭教师 一个月的收入 这样 他那个供养 那个居是很供养的 就是很虔诚的 然后那个师父就看到我了 你这么年轻 意思是 你这么年轻 人家说 你也在这讲佛法这样子 我说没有啦 我这师父面觉得 当然不敢讲什么 但我会发现 这个师父 人家说的做金灿菜也很好 这又给我一个经验了 就说 不是竟然这样 好了 就这样子呢 我就开始跟 所谓的佛教界正式的交涉了 我是一个在家人 但我傻傻的 可是我看到出家 为什么他对我那么好 我看到出家 无论是沙咪沙咪尼 反正不管你 你只要是穿出家衣服 什么有道无道我都不管 就是看到立刻办 我以为是这个天性 看到谁都办 哪怕是小孩出家我也办 我性格是这样 所以他们 刚好就 做金灿的师父就坐在那里的时候 看我一一拜 是这样子 然后他就觉得 这个也没拜 是这样子 好了 这些累积起来 让我现场第一次看到说 拜金灿的师父也还好 在屏东 也还好 那么就这样呢 接着当完兵的时候 我父亲往生 我父亲往生的时候 我父亲往生的所有佛事 没有请 没有请过师父 我不懂啊 我不懂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要怎么告别 我完全不懂 他不懂的时候 但是最后要 去火化钱 那个藏仪色看不下去 说 你都不做一下功德喔 功德 对对对 我是佛教耶 我受菩萨戒 我不能找道教 我说没有啦 我那个出家师父啦 这第二次 你真正接触到所谓的 外面所谓的做金灿师父 我北投人喔 我不是南部 我北投人喔 那时候我往生 我父亲在北投 那我就说 那你帮我请一位 要南仲 因为我觉得我是南仲 要请个南仲这样 他说好 他就来了 来的时候我傻傻的 我跟我母亲讲说 我们要先供养 那就红包 当年的那个金额不算小 一千元 三十多年前一千元不算小 他是有另外跟藏仪色恰举 所以我们这种供养是不算在内 但一进门 我们就供养 是跪着供养 勒索我都知道 我觉得很好 所以他就出家命 天生懂这些事情 我就说 就供养 供养完了之后呢 我就跟他讲 我就拿了一个木 我已经 那个时候已经是 木鱼地中 什么我都会了 然后我就拿了一个木鱼 请他 师父 你帮我打木鱼 我做为奴 他傻在哪里 他说 你来跟我干净参吗 你 怎么你做为奴 我打木鱼 他打木鱼 他愣了一下 你知道吗 他不过反正是客户至上 你知道吗 他说 就这样吧 就这样这样 然后我就起因 那很标准 他根本是脸一绿绿的 这样 今天是什么人 这是我真正跟所谓的做金颤的师父 一起做了一次功德 是我爸爸 可是我的经验并不差 但最主要是我恭敬 我恭敬出家人 我不会去看 出家好不好 怎么样啊 长相啊 有没有修啊 从不想这个事 从不想这个事 我很清楚知道 有修的会让你看起来无修 无修的 搞不好也让你看起来很有修 或者有些一般一般 当然不一定 但你不能想人家无修型 应该是要想人家有修型 这是我一直以来 我学父以来就是这个想法 所以我对 我对那个师父的恭敬是不虚假的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在做 他突然愣了一下 他还是接受了 他很可能不接受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他很可能不接受这样子 他也可以不接受 但是他就接受了 是这样 那我才扯呢 我是这样念念念的 就念一半了 我要碾香啊 我母亲当 我母亲算是 就不能当做 不能当做主尊 不能当做中间人嘛 中间人 他说中尊不可以 因为他在家第一 第二他是妻子嘛 他不这样做 所以我又是兼儿子你知道吗 所以念完了之后 师父你等我一下 我跑到中间来碾香 一人扮演两个角色 然后才继续念下去 他也接受了 他也接受了 所以我 如果这位师父还听到我在讲的话 我对你老人家至上十二万分抱歉 因为常常念到一半 我跑出去碾香 你懂吗 然后维挪跑到中间去碾香 可是他还是配合 这就是我经验度的第二次 等到我出家了 我师父就跟我这样讲 法杖啊 这个谁谁谁往生 我们要做一下佛事 那就是那位仁府法师来 我就被念了一下 对不对 年轻人要去合金 公金 他讲台语 公金说法 那你合金餐 我跟你们师父讲 这样他跟我师父讲 我在想不要吧 我的什么想法 我的想法是君子不弃 出家人讲经说法 也没有高过做金餐 这个当助辞也没有好过煮饭菜的 那么法师也没有高过这个 这个山门口关山门的老和尚 各有修行 搞不好呢 关山门的老和尚更有修行 我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我不会有那种 我应该要做什么 所以我在清凉市呢 出家挖粪也挖 爬屋顶也爬 那么呢 扫地啦 遛狗啦 什么事情我都干 而且我会煮饭菜 我也会煮 这些我都会 那所以他这样讲 其实我是不一定接受 但我知道他是好意 但因为那样我给我感觉 哇金餐在这些长老们面前 是这么的糟啊 那后来是谁 后来是真华长老 真华长老 讲到敢金餐 咬牙切齿 我的弟子 我的弟子 然后敢金餐 我就把他敢出门 我是这样 然后再来就讲到 我们还有一位 这个宽育长老也是 敢金餐不好啊 会死人啊 好好一个出家人 金餐敢了就完蛋了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分别了 敢金餐跟金餐 是不一样的 那慢慢呢我就 就开始就出家了嘛 出家之后呢 我就一直注意这个事情 那我出家我师父还去做 叫我去做敢金餐 他不是 他不敢叫敢 叫我敢 他就叫我做 所以呢很操的呢 很操的 水餐加蒙山 一天之内做完 加武贡加招请 那那个是外审 外审法师的招请相对简单 台湾式的招请又复杂 我们学仁夫法师的招请 是台湾式的招请 那又更复杂更多 唱整本的 那几乎在藏传佛教是一个法门 招请亡魂是一个法门 那这在 这在汉传呢 这是一切法 一天法门当中的最短的序曲 是這樣 这样就要半个小时 然后呢 休息一下之后正式的拜水灿 上午一卷下午两卷 有上午两卷 然后要赶着做五共 做完五共下午一卷收起来 下午两卷 然后下午两卷 上午一卷要做五共 五共完了休息一下 一点钟左右 那接着就是一定两卷 因为不能再休息到两点 一定一点 因为栽组也有时间性 然后一点就要开始 又做了两卷 两卷大概三点半 然后我要下去排位置 再排蒙三位 蒙三位之后已经五六点 那我又坚持应该五点多六点 天黑才做 然后一做做做做到九点多十点 超过十二个小时 一天 这样超的 好啦很正常 我失误很规矩的做 后来我出门了之后 后来我在外面听到是 水灿人家才不是这样 是这样做的 一个主法这样子在念 三个主法 我们当时是一个主法 一个主法一卷 然后五共 然后下午一卷 再两卷 后来我才发现不是这样 是怎样 三个主法 同时念 同时念上卷中卷下卷 听过没有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参加过 没有 是这样子 这就真正照感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说 我做的OK啊 再来水灿人类用非常优美啊 这有什么不好咧 那我们都照念照唱 就是慢慢的唱啊 那这个有什么不好 那为什么会被人物法师骂成这样 慢慢的里头的内文 我们去看 我发现这就是国师所造啊 啊怎么会这样 那后来就因为 听到了说这三个这样楔法 我才知道 原来那叫感 第二种 sophisticated 第二种感是精的感 就 dialog环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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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這樣子就給我一個很好的一個經驗 那就是說原來確實 環境中有罵的是這樣 但是真正做的其實做的OK 好好做的是OK 那就這樣然後我就拿到了 回到剛剛那個畫面來 就回到了我拿到那個法華三妹燦的時候 我發現這是法本的問題 就是它亂成一團 那所以做的問題 我已經這樣經歷過之後我都清楚 但是我沒有真正下去做 等到看到法本的時候 法本又有問題 那這樣的話我就知道了 原來誤解或者是亂做 不要講亂啦 就是不恰當的做 造成了整個佛教界 30年前的佛教界對經燦的看法非常負面 然後再接上法本 原來是這麼的沒概念 那當然這樣一整個下來就變成 就算你不敢經燦 你整個也失去了它修行的內涵 為什麼 該觀想你沒觀想啊 該敗你不算敗啊 結果你就依不知道的狀況 失去那個傳承之後 該怎麼樣觀 怎麼樣跟實相相應 你都沒有進行啊 那當然就是把我念完而已 念完有沒有好處有 可是那個好處相當的低 就會突顯不了 突顯不了它的價值 特別是什麼 特別是我如果這樣想說 我與其這樣子這是主師造的 那我幹嘛不念佛教 佛的經呢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還佛說的耶 總比你這個人寫的還好唄 因為他不懂內涵嘛 那當然更這樣 所以然後再加上這所謂的感經燦這個操作法 然後這個感經燦當然還有一個操作是因為被 因此我是補充一下啊 會被長老們覺得有意見 那就是說因為經燦坐下來 整天要配合現場 現場 現場的狀況其實是千差萬別 我去的時候啊 我失誤在的時候 剛剛我不講嗎 說法障啊那個萬佛寺要見事 你要幫忙做一下經燦 那我不只是做經燦 我失誤縮頭 其實做了更多 我還要幹嘛 我還要幫人家去引魂 死亡現場引魂 送棺木不是火葬喔 送棺木上山 點主 跟道士一起點主 道士在那裡不點 看你這個年輕的和尚 你會怎麼樣 點主 我聽到沒有 你看看 所以你們不能不具足感經燦資格 還有啟水 啟米 祝祝鮮 會不會 宏觀 宏觀會啦 這些道教搞出來的東西 到了現場 阿娘 阿是要怎麼悶啦 道士就看著你喔 靈感不像虎厚厚厚 你做 你做 就這樣 我都求佛菩薩 當時也沒手機 也沒Google好問 是不是這樣 很多這種事情我都做 我還要在馬路旁邊有沒有 那大鞭子那個有沒有 然後大卡車開過來 整個棚子會這樣 晃晃晃晃晃晃這樣 在那裡做佛飾 那做佛飾的時候 還會有人隔壁的人跑來 我這個師公又很年輕喔 師公很年輕 說我是師公你聽到有沒有 什麼樣子的那個悲屈啊 你都遇過 還有我一天曾經到殯儀館 引三個人進火化場 還有你喔 你怕你生日很好喔 還會這樣講 給那個什麼 那世俗感驚慘的那個 那個菜谷你聽到有沒有 菜谷啊 因為我們年輕嘛 180嘛 他會就遠遠看就看得到你 你才不會在這裡而已 你還一組喔 喔 這樣不怪喔 年輕人的生日比較好 這個話都可以講 這樣聽懂嗎 所以我無少也見 顧多能鄙視 這些都要經歷 所以我就知道說 其實做精采者 其實他也有他辛苦 這一辛苦了之後呢 他可能他自己的固定修行會累掉 疲嘛 應付嘛 你聽到的意思嗎 有他自殺的現場去隱魂耶 那半部也不敢在半部也有 怎麼跟半部也沒有 還在這次啊 還繼續黏呢 你看這個是 這種職業也有風險 風險也很高耶 好 諸位 這些都是我感受過的感受 所以我常常講 我說現代的出家人 其實他跟我們以前那個時代比 其實蠻好命的啦 這些都要補 你聽到嗎 這樣子 有佛法就有辦法 有佛法就有辦法 像有太陽有空氣一樣 生命電視台的存在 對於這個世間 對痛苦的眾生是那麼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將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維 運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護持帳號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佛教慈悲致願 東山吉祥書方 舉辦2023兒童節同趣小畫家 提倡孩子善良與慈悲的教育為初衷 由好老師帶領孩子們創意發想 輕鬆自在的彩畫班體驗課 同趣小畫家 邀請大人小孩 同來度過彩色的午後時光 備有舒食下午茶點 倡道善良舒食的分享 課程與茶點免費供應 12人滿班 日期4月4日星期二下午2點到5點 閉店東山吉祥書方 宜蘭縣東山鄉東山路二段478號 報名電話03-9580-286 書方位於省道台九線邊 附設停車場 公車路線從羅東轉運站 發車的紅二號線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會南投峰會 紀念釋迦摩尼佛聖誕 玉佛節 祭慶祝母親節 舉辦感恩息災祈祈福法會 恭請佔山法師祖法 日期5月14日 星期日上午8點半 戒沙如樹 護身點燈 共水 及蔬食饗宴 法會地點 南投峰會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254號 至8614 恰訊電話 南投峰會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會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薩參與訊息 同瞻法一 共募福恩 156-1800 分離 巨大 加密 分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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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